机器开机以后就可以正常探测了 这个是菜单件 它这个地方有 它可以分频道的 它有四个频道 如果是这个二频道有干扰的话 机器乱叫 你可以把它调到一频道 或者是零频道 或者是负一频道 然后确定 机器没有这种跳动的这种情况 还有这个是调法子的 如果是法子的数值调的太高 机器就会持续的发出这种噪音出来 所以这个数值不能调的太高 还有 还有这个是机器的灵敏度 要调到适中也不能调到太高 如果调到太高的话机器也会乱爆 这是我们调高一点试一下 这是调到最高的 所以这个数值就会一直跳动 一直会一直会有干扰 机器也会乱爆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这个灵敏度不能调得太高 调到20左右 我们试一下 这个时候机器就没有数值乱跳的这种情况了 所以说就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灵敏度不能调得很高 或者是说把它这个阀子这个这个这个浮现了这个符号的时候数字不能调太高 因为可能根据你周围的磁场或什么的有一些干扰机器就会造成乱爆 现在机器是很正常的状态 我们探测一下 所以我们形容器是相当处于以后的编宝 它就会是筹不满 就会很 exchanging 因为我们形容器有很多用处处的 那么经历那种志的是 我们再用它 我们细处的我们可以用一个